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拘小爷 就见着晚辈 也是谈笑自然 另外这个人呢 善于讲故事 凭能聊 张作霖就爱听他说话 因此罪的印象就非常深 那么他有了困难 张作霖自然不能不管 同时呢 张作霖想起高侃的事就闹心 心说想当年我在高侃摘了跟头 我好像没死在那儿啊 我呀 说什么也得找着我这俩 借着二来自这件事情 我跟他去一趟 会会的扎当虎 这条的确不是东西 我在那块石块 我就知道 他敲骨膝髓 横行相礼 我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 你要把事定下来了 二来自就问 老大大 那咱什么时候去何事 嗯 不着急 我方才没说吗 我姐姐要结婚 我得回去啊 给张作这个事 这么办吧 过了正月十五 你上我们家找我去 行嘞 一言为定 你们家现在住在哪儿 住到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 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不你老家 对 我就住在那儿了 你到那一打听 我没有不知道的 另外呢 你记住 见着我娘 你可别说会着我上高侃去耍钱去 那可不行 我娘一听那眼睛都得红了 你要找个理由 你就说带着老嘎的上奉片 上营口去做做买卖 你要说这个 我娘准跑爱拼 行嘞 哈哈哈哈 这戏指定言真了 张作临临行之时 给郭兆志扔些一百两银子 二叔 没多油少你先留着 先换换计把房子修补修补 等将来咱爷们有了钱 这房子再翻盖 我叫你发财 哎呀 你真是菩萨呀 我说老大子 咱俩这么办 换个儿得了 你是我叔叔 我是你侦 哎呀 我叫二叔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郭兆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家人那赶紧的无可无不可 张作临把钱甩下 二人说好了 上马骑身 您说也该着出事 张作临越着急盼望到家 越到不了家 他起身这边 他骑着马走到高坡上穿树林子 逼着头 逼着风 正在这时 就好像这坡底下有丝大的声音 有鱼 他把马就带住了 就听着 怎么回事 张作临赶紧 龙鹿旺旺 啪下棺球 这才看清 远处啊 还有一匹马 这匹马是白的 也没拴着树着 在雪地直转 再看离着马不远 还有一只枪 生枪看不清楚 在脚下呢 有三个人 正围攻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真是个好样子 皮头散发衣服 都被撕碎了 裤子羊 他就拔下来了 但这女人 拼命的搏盗 他一看那三个男人呢 这活就不打一出来 全是恶国大兵 俄国人 武装带 大马靴 带囊的马铺 遗憾就明白 不是好事的 你说的 他心想 咱们绷出恶国兵来 恶国兵在这干嘛 开书的时候 咱们曾经说过 现在 是1894年的事 沙俄政府 逼迫亲政府 签订种种不平等飘摇 现在 辽南地带 整个被杀恶所控制 验铁路线 住满了恶国兵 名义上是保护铁路 保护侨民的安全 实质上 什么坏事都干 这恶国人 三五成群 有时候就出来 穿到老百姓家里 见什么东西 拿什么东西 见着妇女 就监狱妇女 你要报告到官府 官府一听是恶国呀 连理都不敢理 躲都躲不及 那敢管这事吗 因此 一而再再而三 这恶国人是独霸 撩难 是为所欲为 像强奸妇女 这个事 那太多太多 有多少好良家的妇女 头和密警 悬梁自尽 彼死了多少人 破坏了多少家庭 张作霖的儿子 都关门了 但是 头一回遇上 张作霖的 这首好样的 这个妇女 真不喊我 慧两下 五八超 谁呢 看这意思 她是刮不敌重啊 我见此言 有不顾恩质 张作霖 把枪就拽出来 你说这家脑袋 一着什么事 都干得出来 对准这三个 俄国兵 啪啪啪啪啪 就连发了五枪 有两枪没击中 那三枪打中了 没打死可是啊 都打腿上 这三个国兵 啊 啊 啊 我直叫 东倒西歪 既有地翻滚 张作霖望下一滑 十里 从这土婆就下去了 赶紧把这妇女给掺起 这妇女把怀眼中 裤腰带系好了 把头发理了一理 张作霖这才看清楚 闹了半天 是个年轻的女人 但看不出来是个媳妇啊 还是个姑娘 也就二十岁左右 或者不到二十岁 长得还挺俏皮 她干净利索 只是把衣服给撕坏了 这女人整理完了衣服 打量打量 张作霖一抱拳 朋友 多谢你八刀相助 救了我的命了 我真是感恩不尽 朋友 你等等 这你就说的是 你转身奔那匹马去了 离那匹马不远 有颗枪 你得一身手把枪抄起来 他把顶门分顶上 拎着想回来了 对准这三个俄国大厅 咋走 啪啪啪 三枪来个大街盖 三位全脚单 张作霖一看 这女的不含糊 指哪打哪 这手可够喊的 就知道 不是党先之辈 这父亲把枪往回离场 朋友 帮帮忙吧 干什么呢 把尸体的眼埋了 别给本地找麻烦 就这样 弄了个大坑 把他撒飞在里头 操操的给埋了 把血迹 稍微擦了一擦 这女人二次谢过张作霖 朋友 请问您是哪个柳子的 我他 张作霖一听 拿我当胡子了 我不是哪个柳子的 我就是普通的百姓 这女人一听 焉然一笑 哎哟 我说错了 那么请问恩公 尊姓大名啊 哎 也谈不到什么尊姓 免贵姓张 我叫张作霖 汝名叫老嘎子 你就管我叫张老嘎子得了 那么 我管你叫什么仁兄 你看怎样 那当然好了 那么仁兄请上授我一拜 别讲 别讲 谁让我遇上这事了 天下能管天下事吗 这也算不得什么 张作霖就问他 那么大妹子 我可套个近乎 这么称呼你 你一个单神人 还有枪 还骑着马 莫非你是 哈哈哈哈 不用啊 家属 你算猜对了 我是吃老孩的 因为你是我的恩公 我不背着你 我是田光台的 我哥哥叫田玉本 我叫田小凤 哎哟 张作霖早有耳闻啊 那辽南一带 遍地是土培 咱们曾经说过 八角台 有个张景辉 刘西 有个杜丽山 太平山 有个金寿山 黑山放那边一带 还有个张作相 那简直多如牛毛啊 田庄台 那就是田玉本 和田小凤 人们常说 有个女土匪 叫田小凤 报号 红蝴蝶 双手打枪 善于冲锋陷阵 击退了多少次 冠军 直哪打哪 杀人不眨眼啊 闹了半天 就是他 哎呦 今儿我可见着高人了 别听传说 这一见面 这也不是普通的人嘛 这说话 这不听讲理嘛 张作林的心里啊 胡思乱想 那个说 田小凤不在田庄台 跑这干什么来呢 你想人嘛 是动物 动物就得动 原来田小凤 他哥哥田玉本 外号镇东阳 没事戴个战斗帽 穿个日本大泥子马裤 大大靴 里了哇了还说 一句日本话 有人能讽刺他 不管他叫田玉本 管他叫田日本 而也在本地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手下好几百弟兄 他跟田小凤 是一副二副的 虽然是亲兄妹 年龄差的悬殊 田玉本今天呢 五十左右了 田小凤今天才十九 哥俩背皮无奈 才占据了田中台 吃了这行饭 但这田小凤 生来的性情刚烈 听不了不同的意见 女人是男人的脾气 他哥哥也管不了他 在他们这个柳子当中 大当家的田玉本 二当家的 就田小凤 但是实际上来讲 那田玉本 老看海草 什么叫看海草呢 这叫黑化 实质上 他有西压片岩的眼 每天跟着烟灯 烟枪表密 只要超声大烟 喷云涂 什么他都不管 田庄台这柳子 一切具体的事情 都是田小凤安排 有时候田小凤 化妆改办 带着百八十名弟兄 不在本地干活 上江北去 往黑龙江基里面去 抢山绅啊 抢彪皮啊 咋想谣啊 抢大财作 只要做了买卖 是做的手就走 所以呢 黑龙江一代的人就说 江北的胡子不开面 其实不是江北的胡子 是天庄台的 他能开得了面吗 最近呢 田小凤呢 跟他哥哥发生了口角 田小凤就说 哥哥 你说你什么事也不管 天天在这 咕嘟咕嘟抽大烟 你像话吗 光依靠我一个女孩子 怎么得了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也这么大了 早晚我是人家的人 我一走 你这柳子还拉得起来吗 田玉本就说呀 你年纪不大 少管闲事 你管的太多 我爹妈都没管我呢 我叫你管嘛 就这么的 兄妹之间发生了争吵 田小凤一怒之间 担人匹马 团亲戚去了 上他姑妈家去了 你说也是有事 他姑父啊 是个心商 做这买卖的资本 都是田小凤和田玉本 给拿的 小买卖做的挺红红 也剩了俩钱 田小凤一来自然热情款待了 前些日子不过年了 田小凤也想捣扯捣扯 就扯了花布 做套衣裳 另外呢 要那最好的丝线如纱 想把头砸一砸 他这姑父也是个吝啬鬼 舍不得多拿 就给弄了两桃 给了田小凤子 田小凤一插着火就上来了 把他扎头绳往地 一扔指着他姑娘的鼻子说 你忘恩负 你这买卖 怎么做起来的 还不是我们兄妹 给你拿的本吗 哦 你今天混得不错了 我要个头绳 你都舍不得给呀 你是答对要饭的 你等着我 哎呦他姑娘可害得怕了 小凤小凤 你说你怎么这样 你不容人说话呢 那头啥呢 算得了什么 你随便拿 我心里扯多了 你用不了 我才给你扯了两桃 你还得 你怎么着 田小凤就这脾气 乐身上马就走 怎么留也没留住 回来了是急不灾路 张小凤走到土拨底下 遇上三个恶国兵 这才发生这种事 当然张作霖是不知情了 哎呀张作霖救了他之后就要走 田小凤就说 恩公啊 送人得送个家 救人得救个活 往前走这一路上恶国人还不少 我也感觉到人单事故 我打算恳请恩公再送我一场 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作霖一看平大姑娘张一挥嘴 那就送送也无所谓 好吧 就这样 两匹马定行赶奔天装台 一路上走着呢 一路上闲谈 这田小凤是眉目传情 就相中了张作霖呢 说起来这事不奇怪 张作霖也二十来岁 田小凤也二十来岁 年貌相当 再经过方才那件事情 感情自然相当融洽 所以田小凤边走就边问 恩公 您家里几口人呢 哎 怎么说呢 要说我家里头五六口人 现在呢 只是三口人 哦 那么都是谁呀 有我娘 还有个姐姐 再加上我 是啊 那你以何为生 哎 东一把西一把瞎混 也没有正当职业 那么请问你这匹马和你这帽烟的家伙是从哪来的 普通的百姓大概没这个吧 我 张作霖一听这田小凤 雄根问不及 问你自己是张口结舌 干脆听真人别说假话 我大妹子 既然你问得这 我虽然不是陆林好汉 但我认得陆林的朋友 哦 你都认得谁 辽西青马侃三界沟的杜立三和杜老畔 哟 你跟杜立三是朋友 谈不到 反正因为某种机会吧 我们遇上了 我跟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 他们二五 我们是好朋友 这细节你就不必问了 总而言之我们处的不错 这江河马都是杜老畔杜债主所赠 哎呀 这一说你也是半拉黑道的人啊 你不承认也不行啊 咱们哪 越说越近乎 我看比刚才见面的时候 那有七月的多了 你说是不是 啊 是 是 说实话又走了一程 田小凤又问 恩公 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 你管我叫大哥的了 什么恩公恩公的 你这么一叫 我浑身上下娶鸡皮鸽子 田小凤也乐了 好吧 那我管你就叫大哥 大哥你 还没娶媳妇 我还没有嫂子呢 没有 刚才我没说嘛 加三口人 我老娘还我姐姐 我没娶媳妇 你想找个什么媳妇 咋呀 哎呀 一天呢 为了生活 拼本命 我还没到 给脑子想这事 但是呢 谁不想娶个好媳妇 娶个模样尊俏的 还贤惠的 都是这样 哦 要那么说 我大哥 您看我怎么样 我 张大林顿时 脸又红 没想到这田小凤 这脸这么大呀 可又一想 也罢了啊 他吃这行饭 什么事没经过呀 他有什么 磨不开的 张大林脑筋 也蹦起来了 脖筋也蹦起来了 好半天 他透过这口气 我 妹子 你开玩笑 那我怎么敢高攀呢 呀 这不是高攀吗 我哥哥 只要你愿意的话 我打算以身相许 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大林心说怎么样 不目净笔 居然 您砍了 这我怎么答复 我呀 根本就不能要你这媳妇 你看这不明白着吗 你脾气也抱 我也性如烈火 结婚之后 两口子嘛 没有不拌嘴的 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时候 要真有那种事情发生 你把枪拽出来 还不得把我打死 张大林想着半天 张大林想着半天 一笑 妹子 方才我讲了 我不敢高攀 我呀就蹬着梯子 也够不着你的脚面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这人脸皮还薄 咱赶紧赶路吧 天窗台离这还多远 我大哥你别打岔行不行 我想问问你究竟愿意 不愿意 妹子 刚才我没跟你说实话 哦 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 我呀 有个媳妇 要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 你不说你家三口人 是 我妈家三口人 我那家还两口人 因为你这一问我 我一着急 没说清楚 我娶媳妇 你都有嫂子 那么我这个嫂子叫什么名 她姓崔啊 崔着腿的 跟我同岁 恐怕过年这时候 我都有儿子了 你说的是实话 我绝不说瞎话 不信将来有一天 你到我们家串门 你一看就知真假了 哦 原来如此 哎呀 田小松的心里很不是资本 那么大哥 我嫂子身体怎么样 是 好 跟牛说的 那壳结实了 二百斤的袋子 背起来就走 我们家里的活 全擦干 我大哥咱这么说的了 我这人话说一句 不怕你不爱听 咱们俩是千里淹缘 一线千 我就这么看 怎么这么巧 咱俩相遇了 怎么这么巧 你救了我的命 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我呀 非嫁给你不可 但是你说了 现在你有妻子 我还能抢占她的位置吗 自然不能 但是人 但是人吃骨骨杂粮 没有不闹病的时候 躺着我 我这嫂子得了 报病要死了 你可得找我来续嫌 对你听见没有 排汗 我得排到第一汗 张座林乐的好 全面咱们马上掉下去 听说这位脸可真够大的 妹子 不过这个事难哪 放开我讲了 你嫂子体格好透了 跟牛似的 一半活 他能死吗 我得死他头前 不管怎么说 先把这话说到这 先说到这 张座林就盼着快到地方 到了 离他那个贼窝子 还平远呢 到这界边的 人一 两个人把马带住了 田小凤就说 你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能不能到家里住几天 妹子 不行 我呀 年都没再假过 我老娘一门而忘啊 全家老小盼我回家 派人给烧来了信了 我恨不能内生双翅 飞进家门 可是 入狱泥这个事 我又不能不管 妹子 青山不老 路水长流 咱还有见面的机会 就这么分手吧 这 大哥 您经我一命 我怎么报答 谈不到 谈不到 反正我没说 俩人有见面的机会 以后再说 还背不住 我有求你的时候 那么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你说吧 凡事我能办到的 我打算 你我二人结成干兄妹 你看如何 这不是这么称呼 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妹子 不行 光口头这么说不行 咱们得有所表示 不过大哥 我可跟你说清楚 我这个人 向来说出去的话 就不能更改 要更改 我是绝不 容